很生氣的人說話 所以我要講的一點就是 你要不斷的抽離出來 然後不斷的站在對方 用他的角度想想看 我知道我剛開始沒那麼容易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你要寫下來 寫下來他才可以快速的改變你的大腦迴路 我會常常 你不要用想的 很奇怪 我們用大腦在想的時候 你看思想還是心 心就是情緒 在中文裡面的心 指的是情緒的那一個部分 可是在西醫裡面 西方科學中 情緒是你的大腦的一部分功能 所以當你用想的時候 你就會永遠是偏向情緒在運作 就很難讓自己跳脫出那個問題的癥結點 所以你要把它寫下來 去分析出來 今天主管好兇 那我就把主管很兇 然後就想為什麼他很兇 因為他討厭我們動作太慢 因為他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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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分析完幾次這個主管之後 我後來就抓到一個規律了 原來我的主管 原來我的主管有一個特色 他呢 是這樣子 他不喜歡任何人 在第一時間 就是他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第一時間跟他說No 不管你有沒有理由 你絕對不要在第一時間跟他說No 就算你們兩個人在辦公室裡面 沒有其他人 你也不可以第一時間跟他說No 否則他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不聽話 因為我們那個主管是很有權威意識的 他就覺得我是主管 我就是上就是下 下面的人怎麼可以對我說弄 然後後來我就學聰明了 第一時間好好好 然後假裝一下 我們是人啊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它當人啊 人喜歡什麼 對… 我們都喜歡人家幫我按一個讚嘛 厚落一下 主管也希望被厚落一下 可是你直接跟主管講說 對…主管是…你說得很好 主管會不會覺得我太狗腿 會嘛 你知道我們那個主管會喔 你如果每次都跟講是…是…對 主管說得很好 他就覺得說你這個感覺有點狗腿 所以我的做法是就演一下嘛 我就會好 寫下來 然後跟主管確認說 所以主管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們主管就… 我第一次這樣用的時候 我們主管就嚇到 他想說哇 你這麼認真 把我的話寫下來 不錯… 不錯… 有專心聽我講話 心情很開心對不對 好 隔天我就去跟他講 主管 你昨天講那個 這個…這個地方 哪裡不行… 哪裡不行… 他說 喔 這樣子喔 喔 好吧 那就… 我想好了 沒事耶 可是如果同樣的話 我第一時間跟他講 他一定會罵我 他一定會覺得說 你連事都沒有事 你就跟我說不行 你這樣工作態度怎麼可以呢 所以各位 我有時候會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 我覺得分析這件事情 你分析自己很重要 分析別人也很重要 那你可以試試看喔 把你的周圍跟你比較有 密切接觸的人 你就把他拿來當實驗品 分析他看看 你就可以抓到 他的盲點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主管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那個主管啦 他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我只… 我已經抓到他這個盲點了 我只要不要在第一時間拒絕他 我以後拒絕他 他都會說好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有一個主管也很妙 他是這樣子喔 他的辦公區一走過來 他看到誰 因為他有很多助理 他只要一看到誰 誰就倒楣 我覺得 比如說他今天看到李欣 欸 來 李欣 這件事情就跟你做 然後第一時間我看到你 這件事情就掉到你頭上 然後他的助理就跟我說 莫妮卡 我們主管很奇怪耶 你千萬不要被他看到 你被他看到你就完了 那個工作就掉你頭上 我說那你就跟他講 這不是你的工作範圍啊 他說不行 因為我主管就會覺得說 你不是你的工作範圍 你可以學啊 年輕人多學一點啊 你就學著做啊 可是我的工作已經很多了耶 然後我就說 那很簡單啊 以後看到主管出來的時候 你要幹嘛 蹲下去找東西 就不要讓他看到你就好 我在開玩笑啦 我在開玩笑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人都有盲點 如果你沒有寫下來的時候 你也不會正確看待你自己 所以我每年一定會寫這一張自我介紹 就是我希望讓我自己正確看待我自己 有時候忙完一整年喔 因為每年都很忙嘛 忙完一整年以後 然後你空想的話 你就回憶一下 啊 今年做了什麼 好像也沒做什麼事耶 然後你的功勞你都忘了 好 都不在那裡 我走了 我走了 我沒有說夠了 好 都不在那裡